各位同学好 现在我们来上商展专用英文的第一个单元 这个单元出现在各位的指定用书前半部 1-1单元 它的题目叫与旅行社接洽 在这里先提醒同学 假如你要到国外参加商展 同时要拜访当地的厂商的话 别忘了事先给厂商一个电话 确认你到达的时间 确认跟他见面的时间 跟他们开会的时间 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一单元 这边有一个句子 We have arranged a meeting at your locale We have arranged a meeting at your locale 第二个句子 I'd like to confirm the details I'd like to confirm the details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子 I have arranged a meeting at your locale 这句话里头 arrange a meeting 是安排一个会议 有些同学会问说 老师,这个arrange前面还有一个half 是怎么回事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 We have arranged a meeting 表示我们已经安排了一个会议 说话的人 他只告诉我们 他们安排了一个会议 可是呢,并没有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安排 所以我这个地方用的是完成式 现在的完成式 那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介细词at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认为一个地点就应该要用 指一个地点 介细词就应该要用in 那用at的话呢 可能那个地点不是一个太大的地点 可是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是在一个场所进行一个会议 所以我们习惯上还是用at 表示在某一个场合 我们在进行某一个活动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句子 I'd like to confirm the details 刚刚我们提到 假如你到国外参展 顺便要拜访厂商的话 除了你要通知他之外 告诉他说 什么时候会跟他们开会之外 还要把开会的细节确认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你跟他确认了会议的内容 他就会预备该预备的东西来跟你开会 所以不要忘了 一定要确认会议的细节 在右边提示的地方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arrange是安排 它是一个机物动词 所以后面可以直接接一个授词 这个地方是 所以安排一个会议 arrange a meeting arrange a meeting I'd I'd I would 的意思 它是一个缩写的形式 但事实上就是在表达 I'd would 再过来confirm 还是确认 confirm是确认的意思 再过来是细节 details 那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复述的形式 details 表示是很多的细节 不是只有一个细节 所以我们这里是名词 而且是用复述的形式 确认细节 confirm the details 就是确认细节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I've heard so much about your facilities Would you mind if I come back to see for myself? I've heard so much about 我听到很多很多 有关什么什么的事情 什么什么的消息 I've heard so much about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I have 是形成了一个缩写的形式 好 那后面的主要动词 heard 它是hear 听见的过去分词 所以I have heard 我已经听说了 听说什么呢 听说了 so much about your facility 听说有关于你的设备 很好 很好的 很多的事情 它接下来又说了 Would you mind if I come back to see for myself? 接下来它又问对方 Would you mind? 你在意吗? If I come back 假如我过来 我亲自过来 to see for myself 来瞧瞧这个设备 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的上文是指的是设备 尽管下文它没有指明是不是设备 但是我们知道 因为上文里头已经提到了设备 这里呢 指的就是我亲眼来看看 来瞧瞧这些设备好吗 好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右边这个提示 第一个 hear so much about 这个hear是刚刚我们看到第一个句子 第二个字 hear的原型动词 听到 hear so much about 听到有关于什么消息 而且是听到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消息 所以我们直接在hear后面加上so much 表示听了很多相关的消息 再过来第二个字 facilities 它的单数是facility 我们看到在后面 它的pin字是facility 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字 因为我们常说设备就直接把y去掉 保持原因 所以我们写上i 然后加上负数的语为es 形成它的负数的形式 就是我们在提示第二个地方 所写的这个facilities 第三个 would you mind 在意吗 你在不在乎 在不在意 好 它征询对方的意见 所以would you mind 后面常常会接一个if 或者是weather 表示你在不在意呢 再过来我们看see for oneself 亲眼看见 亲眼见 指自己亲眼去见一件事情 亲眼去瞧一件事情 不是透过另外一个人 而是透过自己的眼睛 来看这件事情 接下来 would you mind if I come back to see for myself 这边的意思是 你在不在乎 在不在意 假如我亲自过来看看 看看什么 就是我们刚上文提到的设备 好 所以在这里呢 电话的内容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要正式进入到 与旅行社接洽的内容 再过来是跟旅行社接洽 也就是进入到我们指定用书 前半部一之一的单元里面了 contacting the travel agent 通常我们到国外去参加商展的时候 只要我们的行程都确认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跟旅行社来接洽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三句话 这三句话呢 我们一句话每一句话来看 I will be in midland next week to meet with our clients 首先我们来看右边的一个提示 meet with clients 是指与顾客见面 通常我们出国 恰功的话 首先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 跟客户去见面 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出国的机会 跟客户见面 有当面见面交谈 然后可能有些讨论的机会 可能会对这个我们要洽谈的声音 会有比较多的帮助 有的时候参观 马上呢 我们就可以谈 谈了以后 马上就决定是不是要采购 好 这个midland呢 是在澳洲 澳洲midland的地方 那所以呢 这个人呢 他说他会在下个礼拜 跟他的这个客户见面 那接下来 would you get me some fly option and a few hotel recommendations 他说了 你愿不愿意 可能跟他的下属 或是他的秘书说 你愿不愿意帮我 去找一些 有关于飞航 飞航航班的一些选择 然后呢 给我一些有关于 怎么去订房 订旅馆的一些建议 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from fly options 这个航班的选择 通常我们到国外去的话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要在一定的时间到达 一定的时间内到达 所以呢 我们会选择航班 会选择航空公司 会选择乘坐的时间 乘坐的位置 然后到达的地点 等等 那通常呢 选航班是很关键的 因为那决定你什么时候 会到达的目的地 options这个字是choices 你也可以这样讲 就是有选择 很多种不同的选择 我们叫options hotel recommendations a few hotel recommendations 一些的定旅馆的建议 通常在异地 也就是跟我们所习惯的居住的 国度地区不同的地方 有一些城市呢 可能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过 那我们要到那个地方去洽工 通常我们要听听当地的人 给我们哪一些建议 或者是说熟悉当地的人 他们知道哪一些旅馆是好的 或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会先征询 征询对方的意见 然后再做一些决定 住房 特别是像这种旅馆住房的 特别是要听听看对方是怎么建议的 I will make the choices a little later 我会在稍晚再做一些决定 有关于住房也好了 有关于搬机啦 等等的 那这个地方choice 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有同学会问option跟选择有什么问题 其实它是非常近似的意思 option跟choices choices也是选择 那option呢 也是选择 并没有太大的区分 再过来我们看 下面这一个幻灯片 第一个句子 what day do you want to fly 再过来 I will need to fly by Wednesday I will need to fly on Monday I may fly any day before next Friday 好 首先我们看第一句话 右边的提示 what day do you want to fly 好 这边讲到你哪一天想搭机 也就是说我们都有这个行程 对不对 恰功的人一定都会有行程 那究竟他哪一天想飞呢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对不对 首先我们要决定我们的整个的行程 然后决定哪一天来飞 当然你不可能在 你不可能说 在下一个小时 要跟对方见面 你现在才决定 所以我们通常跟旅行社 在决定这个搭机的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可能出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到达的时间跟什么时候 跟对方见面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我们算清楚 然后我们才开始 预备 预备我们的机票 所以呢 先想清楚 fly by Wednesday fly by Wednesday 周三之前搭机 这by有在什么什么之前 on是指当天 那我们大概最常用的就是这两个 fly by Wednesday fly by 比如说 Saturday 礼拜六是前飞 那fly on Monday 或next Monday的话 意思就是下周一 当天我们就要坐飞机去了 再过来下面这个句子 which airline would you prefer 那你想做哪一家航空公司的呢 你会比较喜欢做哪一家航空公司 好这个言下之意就是说跟其他的航空公司比起来 那你个人会比较喜欢哪一家航空公司呢 有的人出国他会指定航空公司 但也有一些人出国 他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决定 所以他觉得只要有飞机飞 他就愿意去搭 所以下面的选择 下面有两种讲法 I would prefer the China airline 我会选择 我会比较喜欢中华航空 那另外一个人也可能说 The airline does not matter 这个航空公司究竟要选择哪一家呢 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有一些人觉得只要有飞机 在行程内 让我可以准时到达 甚至于提前到达 做预备等等的 我就愿意来答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讲法 对于which airline would you prefer 他有一个不同的回应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右边提示的部分 Matter这个字 Matter是 它当名词的话是事情的一词 但是它当动词 它是一个不及物的 也就是说它后面 动词的后面 通常不会接任何的一个授词 它想表达的是 某件事情是重要的 它有优先权的 所以 The airline does not matter 意思是 至于航空公司要搭华航或国泰 或者是新加坡 或者是日本航空 并不是最重要的 重点是什么 可能不在这里 可能是准时到达 提前到达 可以做预备 也许还有其他的因素 可能重点都不在航空公司 When would you be traveling next week? 这边有一个问句 问到对方何时会进行商务之旅 我想这句话是旅行社提出的 一个问题 主要是问这一位商人 或是这一群商人 什么时候会进行 下周什么时候会进行商务之旅 那这个地方 when是一个疑问词 是一个关键词 表示何时 would它虽然是过去的形式 可是呢 虽然是过去 后面接的be traveling 这个动词指的是未来 并不会影响 因为would在这里 表达的是一个委婉的语气 它没有什么很明确的意思 但是它是表达一个委婉的语气 when would you be traveling next week? 指的是您何时 下周何时会进行商务之旅? 为什么用be traveling呢? 另外一个问题 主要是因为be traveling 它是一个进行式 用be动词加动词的ing 那在英文里头 有的时候我们用进行式 是因为这个动作 主要的动词travel 它不是正在行进 而是即将会 即将会执行 所以be traveling 是指即将旅行的意思 再过来我们看下面 there is a flight living next Wednesday there is a flight living next Wednesday 下周三将有一班航班离开 there is a flight living next Wednesday 下周三即将有一个航班会离开 好 那这个地方 这个living living是指的离开 它是一个分词的结构 但是它并不表达正在离开 不是说这个航班正在离开 而是指这个航班将会离开 所以这个live呢 它来自于which will live 这样的一个指句结构 所以which也被省略 will被省略 只剩下live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分词 现在分词的结构 再过来最后一个句子 how many are in your party 这里关键这个词是how many in your party 是指的一群人 你们一群人 所以假如我说how many are in your party 指的是你们这一群人 一共有多少人 也就是你们要去参展的人 究竟有多少人 那回答假如是一个的话 你就回答just one 假如是两人的话 two persons 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也可以说two people 但是这个时候people绝对不要加s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两个句子 那当对方问到我们有多少人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能也会回问对方 are the seats all booked? are the seats heavily booked? 是不是所有的座位都已经被定满了呢? 还是说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定位了 那位子也快被定满了 这两个句子确实是有一点不一样 一个是座位全定满 一个是也许剩下的不多 但是我相信你现在不定的话 有可能没过多久就会被别人定光了 所以呢 当我们问的时候 我相信假如航空公司 他要争取他的客源的话 他一定会鼓励你赶快 订飞机票 are the seats all booked? 是不是所有的位置都已经被换位了 被人家预定了 第二句 are the seats heavily booked? 是不是大家都很踊跃在定位 位置剩下已经不多了 好 这个是你问航空公司的 对不对 所以航空公司会根据你问的问题来回答你 他会说 yes the seats are all booked 或 there are a few seats left 当你知道所有的位置都被定了之后 你就可能 就决定乘坐其他的航班 但假如你发现还有座位的话 你又赶时间的话 赶着某一天要到达的话 你可能就抓住这个机会就开始订票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张PPT 他的问题是 would you give me the name of a downtown hotel? 通常我们在询问旅行社有关于飞航、机票、价格等等的问题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有一些旅行社事实上他跟有些旅馆之间也有一些联系 所以呢 可能他对当地的旅馆他略知一二 也可以趁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问他一下 我记得我到这个国外去的时候 我也常常问旅行社 比较熟悉对方的这个旅馆的人呢 我会问他一些有关于住房的问题 比如说卫生啦 理事中心多元啦 有交通工具吗 是不是有这个免费的接驳呢 或者是说有一些公众运输 我们可以搭乘像metro 比如说或者是地铁、subway 或者是说有一些电车 我们可以请问一下 因为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可以事先问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预备 甚至于可以到网站上去抓一些讯息 得知一些讯息 然后进一步的去了解他 Would you give me the name of a downtown hotel? 当然呢 我们不能让对方随便给我们一个 有关于当地旅馆的讯息 不是随便 不是随便找一家旅馆 而是这家旅馆是确实你觉得是适合你的 那当然呢 有的时候呢 不一定运气这么好嘛 比如说你有的时候会问到一些 你不是觉得那么适合的旅馆 不过不妨一问 The Dutchess hotel is 20 minutes east of downtown The Dutchess hotel is 20 minutes east of downtown 最完全的通常是靠近市中心 其实在很多不同的国家也是如此 那我们说这个假如有大众捷运系统 我就不需要去坐去乘车了 尤其在人身地不熟的地方 你东南西北 可是你不是这么熟的时候 你可以 比如说有一些地铁的指引 地铁的地图 你大概就可以到达你想去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会鼓励出公差的人 也坐坐地铁 除非你 就是说除非你赶时间 真的是可以得到当地地铁的资讯 而且你的旅馆离地铁又是很近的 又很方便的话 就不妨搭搭地铁 The Dutchess hotel is 20 minutes away That means 假如交通不是很堵塞的话 而且它是地铁 有地铁的话 那其实就不算远了 The Dutchess hotel is 20 minutes east of downtown 指的是这个所谓的Dutchess 就是这个Dutchess hotel呢 它离市中心是20分钟之远 而且它是位于城中的东边 也就是说 东方20分钟远的旅馆 离东方 市中东方20分钟远的旅馆 那究竟远不远 其实应该不算远 不算远 好 我们来看这一张PPT 它说 It has three stars 它有三颗星 意思是什么 这是一家三星局的旅馆 那这家三星局的旅馆呢 我们看到它说 It has two restaurants 两个餐厅 Room service 客房的服务 A nightclub 就是属于夜总会 过来就是free valid service 这个就是免费接驳 它是一个接驳车的服务 最后呢 这句话 I will call back when we have decided 当我们做了决定之后呢 我们会打 我就会打电话过来 可能它回去要跟公司 稍微商量一下 然后再打电话 跟旅行社来确认 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提示 It has three stars 这里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表示这个旅馆是一个三星级的旅馆 下面room service 是它的服务 room service 比如说这种服务呢 客房服务呢 包括比如说 你跟柜台索取被子 毯子 毛巾 甚至于你点餐 请他们送到客房 等等的服务 有的时候呢 可能加一张窗 这也是算是一个客房的服务 再过来night club 夜总会 夜总会 很多 大概四五星级 包括有一些比较高 高档的三星级的这种酒店 或者是旅馆 他们是有夜总会 当然主要是让这一些 旅行的人呢 可能因为晚上有时差的问题 他到那个地方去 可以听听歌啦 可以点一些饮料啦 放松自己 然后可以隔天 继续他们的旅程 所以呢 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那免费接驳 Free wireless service 在这个用法 应该是属于澳洲人的用法 假如是在美国的话 或英国 我们会用shuttle free shuttle service shuttle service shuttle 那从旅馆到这个机场 一般来说通常是免费的 那除非说 除非比如说 你要坐比较高档的汽车啦 他当然你还要额外付费 比如说limousine 什么比较大型的 个人的这一种 可能你就要另外叫车 另外付费了 那一般旅馆 他都会提供这种免费接驳 从机场到旅馆 旅馆到机场 那我知道也有一些旅馆 它是要收费的 因为那个旅程比较长 所以他们是会收费的 那所以当你要住进这个旅馆的时候 你可以事前问一下 究竟旅馆到飞机场是不是需要付费 而没有这种免费接驳 这个有个别差异 最后我们看到callback 也就是说回播的意思 callback 我们这一个单元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by bwd6